所以今天你来想干嘛呢 我就想她在家里面多帮忙我 在外面跟女性交往 有一点界限感 你不要老是主动地去找别人 她现在不就开了个卤味店吗 她还怎么找呢 不是 她是 孩子八个月之前开的是卤味店 现在呢 现在是在外面做厨师 又去做厨师了 对 然后呢 就是对我 对吧 我不要你多大方 最起码你心里面记得我 每个节日会送点小礼品 就想几块钱 我都会很开心 就是你心里面有记得就行了 我不需要你说什么很贵重啊 999度啊什么钻件什么 我都不需要 我就需要你记得就行了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以后肯定会 稍微地收敛一点 对吧 但是你觉得你自己 什么问题收敛一点 就是抠的方面 是过纪念日还是跟异性交往 咱们把这问题说清楚啊 都会有 异性交往方面 不是 咱一个一个说 异性交往方面 我都会改变一点 然后至于花钱这一块 我会就想多为他付出一点 但是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一点问题没有吗 你在网络上面 跟我聊天的时候 你是一个很温柔 很贤惠的人 而且有几次 我生气了 你还会去哄我的那种 但是我回来 跟你结婚以后 你是什么样子的 动不动就发脾气 就是前两天的事情 我在超市 跟他买那个酸奶 他之前天天已经胃疼了 我说胃疼冰得少吃 我的妈 他在大众场合 不顾问任何人的感受 就一声吼起来 搞得好多人都看着我们 我感觉很丢人 你就不想让我吃那五块钱的酸奶 那你看 就是你刚刚因为那个 六块钱的粒子 他一直跟我耿耿于怀过不去了 问一句 吃了吗酸奶 我是买给宝宝吃的 然后他就在那里 是说让我不要吃 你知道吧 你吃了吗 然后我没吃 我喂给宝宝吃了 那你就吃呗 你要觉得酸奶很重要 你真的很介意这事 我就介意那六块钱 行 你说先生的 我们听明白了 你的期望我们听明白了 对吧 能够再多帮帮你 但是我还有一点 还有 就是他总是说 我结婚前怎么怎么样 很温柔 他从来没有想过 我结婚后 为什么会变得 现在这么暴躁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一个人 在家带孩子 我很累 我想要就是 你一回来的时候 你不能带小孩 然后跟我沟通沟通 聊聊天 他从来 靠上只有我 叫大的时候 他才会做这些事情 你觉得 这完全是我个人问题吗 我每天早上上班 是七点 七点半起来 然后晚上五点吧 然后回来就要做饭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带孩子 我更多地认为 你太过计较了 你觉得 你每次都说 你这家就是带小孩的 你就是该洗衣服的 女人就该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的话 我干嘛要去你身份就说过的 这个话是讲错了 但是你觉得 各有分工嘛 所以你们俩想到的 解决方式是什么呀 就是让他改变 你觉得他有什么 需要改的吗 脾气 最大的就是脾气 想不想好好过呀 想 真想 真心想 我来这里 就是想通过爱情保卫帐 能解决我们两个 最根本的原因 你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